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Chat.js的初体验 咱们上期安装这个组件 今天咱们简单的使用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编写第一个Hello World的图表 咱们编写一个 咱们任何语言都是要从Hello World开始 对不对 但是咱说个第二话 有朋友跟我说 你的Hello World拼错了 为什么少个L 这是我一个 怎么说呢 个人的一个小习惯 因为什么 因为我做所有的课件的Hello World 您可以去看 通通都是一个L 所以我还是继承我的小习惯 虽然是拼的不对 不对 您不要模仿 但是我还是延续我的小习惯 Hello World 只写一个L 这是题外话 好 咱们看一下咱们该如何使用 Chat.js的组件 我因为是第一期 如何使用Hello World 所以我把这个使用的 HTML所有的代码都粘贴过来 但是也不长 咱们一点点看 首先这是一个HTML5的文档 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HTML 然后是简体中文的语言 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HEDA部分 这HEDA部分是咱们整个页头 这个地方和上期一样 咱们引用了一个咱们自己定义的CSS文件 同时还把Chat.js里面的Bonus所有的JR9本内容装进来 这没问题吧 以后咱们所有的课程 这个HEDA部分都是一样 没有变化 共通的部分 好 咱们再往下看 该如何画图 就是下面的部分 咱们看 Body Body里面 咱们先有一个Converse 这个Converse 它是HTML5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这里面要进行画图 它是画布对象 没有画布 咱们往哪画呢 对不对 好 咱们定义了一个画布对象 然后我给了一个ID 叫做MyChart 咱们有ID 咱们接下来就要引用 或者说是调用到这个 或者说是查询到这个ID 然后呢 为这个Converse进行画图 该怎么做 就是咱们下面的这个Java教本的部分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启动函数的写法 如果用过这个GQuery的朋友都知道 启动方法就这样写 这是这个开始的函数头 接下来是这个函数尾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当所有代码都装载到浏览器之后 才会去运行的写法 您一定要用这种写法 好 那咱们看里面都写什么内容 首先第一行 UserStrict 什么意思呢 严格定义 这个是严格的说 是这个ES6的规范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说 比如说 咱们的变量如果被定义 就不能够使用 这种严格规范 咱们的代码 所以说我推荐您加上这一行代码 你说不加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推荐您加上 好 这是咱们第一行的Java教本代码 接下来 咱们看第二行 咱们声明一个上下文对象 什么意思 不用管 那咱们管什么 我看 咱们用Document 如果说您有这个Java教本经验 或者是有这个Java教本的网页 编程经验的朋友 都知道我在干什么 这个Document 是一个网页整体的文档对象 然后点 get一个元素 通过ID 这ID是什么 mychat 咱们整个网页就这么一个ID 对不对 咱们换句话说 通过这个写法 取得 这个converse的对象 或者说取得这个converse的Java教本的对象 通过这行代码 然后 咱们取到这个画布对象之后 再把这对象的2D 因为它还能够取3D 对不对 那咱们接受话题 咱们把这个2D的上下文获得过来 就这么一行代码 获得什么 获得咱们这个HTML5的converse对象的上下文 这上下文您不理解都行 你咱就认为 取得我整个这个页面的画布对象就可以了 通过这句话 没有问题吧 咱们取得完这个画布对象 然后对它进行画图 怎么画 就是下面这个一行代码 大家请看 我下面写了这么多行 其实就是一行代码 哪行代码 干什么用的 大家请看 真正就是说 我在这地方 new一个chart对象 这chart对象是哪定义的 是这个chart.js怎么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咱们不用管 咱们直接使用就可以 我new这么一个chart对象 然后进行使用 这chart对象 咱们看 有两个参数 第一 是咱们刚刚取得的这个画布上下文 这是死的 咱就死记 我第一个参数 就传这个上下文对象 没问题吧 死记啊 然后还有第二个参数 下面开始整个这一块 都是它的第二个参数 这第二参数里面有丰富的内容 今天咱们今天讲解一个内容 哪个内容 那请看 整个第二参数是一个java 或者说是一个jason对象 咱们仅仅讲解一下它的option属性 这option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什么title 也就是说 我今天就在画布区生成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其实也是一个jason对象 或者说也是一个java教本对象 里面我赋予了四个属性 什么属性 看啊 我要给我的标题写上一个显示 如果我这是false 它就不显示 我让display等于处 说明我要显示这个标题 text 这个标题叫什么内容 hello world 大家看我这又是一个l hello world 你好世界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标题的颜色 我给红色 然后标题的大小size 我给24 没有问题吧 这么说 咱们通过这一行代码 就能够在咱们画布当中 画出一个标题 今天内容非常简单 但是呢 却结合到 或者说 却给您显示了 所有的关于如何使用这个组件 画图的元素都在这 咱们试试啊 好 马上试 我这建一个 我这建一个html文件 OK 然后把咱们代码都考过来啊 从这开始 到这结束 都过来 这是一个html5的文档 好 咱们是第三课 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 go lesson3 这个是咱们刚刚建立的html文档 现在我把它打开 go 稍等 怎么报错了 稍等 我看一下 node node 稍等 我看一下 大家 不好意思 我这个客厅 稍有点问题 这个地方 要加上一个myweb 稍等 加上一个myweb 才可以 上面这里也是 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这个相对路径下 有个myweb 里面才是差的js 才是差的js 所以我这地方应该加一个myweb 不好意思 这个是客厅当时做的一个小失误 好 现在咱们再刷新 现在可以了 好 咱们看 我这整张画布出来了 没有问题吧 然后在这地方 打印了一个整个咱们这个画布区的标题 hello word 没有问题吧 把缩小一点 咱们再看 没有问题吧 hello word 然后这个字的颜色是红色 字号24 比如说咱们把它改成blue 行不行 当然没有问题 这个咱们比如说把它改成36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hello word 我把这l敲全了 没问题吧 好 咱们试试 go 出来了吧 没问题 blue 然后这l也全的 字号也变大 这个其实是咱们整个图表标题 下面 咱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画图了 不过这就是咱们下期的内容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这个Chart.js的初体验的部分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稍等 这个地方我也把它切上一个 斜线外 免得让您产生歧义 然后咱们这个根目录 就是咱们整个我这个 LearnChart.js的根目录 在您的本地也做这么一根目录 就能够实现我的代码 能够直接运行出来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Chart.js 咱们初体验第一期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会放到 开转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You酷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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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